另外一個範例就是 如果我今天想要做一個複合型的圖 就是說除了氣溫之外還有降雨量 兩邊可以把它分開來 當然如果你預設的話 假如你們可以下載雲端上面 有一個這個範例檔 你把它右鍵下載 OK 下載之後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假設我今天要做一個 類似這樣一鍵就完成這個圖表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裡的話其實跟剛剛的這個程式 有部分是類同的 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當然第一個如果你要做複合圖的話 你在選的時候變成說 你就選整個範圍的話 第一個你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圖的話 也許我們就是用那個紙條圖好了 這個用一般的紙條 但是加入這個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目前只能夠單一個 就是說它只能讓你選 而且選完之後 它上面的月份 連月份也把它加進來 所以你會發現它跑的結果 我看一下是否選的範圍 不OK 第一個選這個B3到D15的範圍 第二個的話 我們一樣插入這個圖的部分 然後紙條圖 不怕它跑出來 那為什麼跑出來結果不對 其實主要有一個地方 不曉得各位對這個熟不熟悉 按右鍵 它裡面的話 有一個就是可以讓你選取資料的地方 OK 那選取資料的地方 你會發現 資料的部分的話 這個垂直部分的 這個地方 水平的部分 就是它的水平軸 OK 那水平軸的是月份 沒錯啦 不過我把它編輯一下 你會發現它水平軸的範圍 它現在選的是 它把月份也選進來 所以其實比較正確的 應該是選這個範圍啦 B4到B15 OK 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這邊就正常了 1月到12月 編輯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剛選的時候 連月份這個也選進來 那另外的話 這邊你會發現資料來源的部分 這個 應該只有這兩個選項 這個上面這個選項 應該把它刪掉 所以如果你要修正的話 應該把這個月份 上面這個數列 把它做刪除 OK 然後按確定 這樣的話 看到的結果 就會剛好是 一個是氣溫 一個是降雨量 可是問題 那個氣溫跟降雨量 如果放在一起的話 會有個問題 因為它們之間的 數字差距比較大 所以你放在一起這樣看 其實不容易閱讀 一般的習慣是怎麼樣 再增加一個所謂的軸 所以就要 橫向的是水平的 垂直這個就是它的軸 那這個軸的話 左邊這邊 這邊通常是主軸 OK 就是 一般叫Primar 就是主要的那個 那當然你也可以再增加一個 什麼呢 負軸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什麼 比如說降雨量 可以把它放在主軸 然後氣溫的話 放在負軸的部分 也就是說你可以再另外 再起一個 它把那個 負軸的部分 再把它怎麼 變更另外一個圖表 這樣的話看起來會更清楚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什麼 透過這個選取資料的動作 那你可以把這邊的話 一個是 藍跟 軸的地方 我看這個 這個點 兩邊可以切換 那如果說我要把那個軸的部分 做變更的話 它這邊是 變更資料來源 變更資料來源 好啊 這個這個做 如果說用程式來做 當然你就可以在這上面 增加一個負軸 等一下我 我希望怎麼樣 把那個 這個 降雨量的部分一樣保持是 直條圖 但是我希望針對氣溫的部分 做變動的話 那你特別注意 可以 單單只有選氣溫的部分 按右鍵 然後這邊其實可以 在 選擇那個 變更數列的 圖表一樣 針對這個氣溫部分 它會跳出來的話 可以讓你選一個 所謂的組合圖 OK 組合圖裡面的話 比如說氣溫 我希望是折線圖的話 比如說 折線圖的話 是含有資料標記的 折線圖這個好了 OK 按 點下去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再把那個 氣溫部分 換成折線圖 OK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原來的降雨量如果不變的話 那你就會是一個組合型的圖 當然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動作 因為可能我有很多個地區 像我這個資料是來自於那個網路上面 這邊有個中央氣象局 那這個只有 我剛剛只有針對台北 其實它還有其他區域 有這麼多區域 如果我每個區域都想要畫一個 一個複合圖出來的話 第一個你可能必須要先把這個資料先取得 第二個你可能就是要能夠達到自動化 OK 所以呢 那這上面當然有氣溫 你可以改 比如說像我是把降雨量給加進來 像今年的氣候就比較特殊 好像聽說中南部已經有很多水庫 已經缺水了 OK 那這個剛剛降雨量 如果你想要統計資料的話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像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是手動 當然這個標題也可以手動打 可是問題你有這麼多資料要取得 然後並且來做圖表的話 那程式該如何寫 首先的話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講一下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剛剛的那個程式 來做一些修改 可是特別注意 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裡面的話 我們取得來源的部分 我們有用了一行程式 用了這個程式有沒有 有一個叫什麼 Set Source Data的這個選項 但如果說你今天用在這個地方上面 那就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是整個全部選進來 就像剛剛一樣 我其實是有改那個來源的部分 如果沒有改的話 那會造成錯誤 所以這一題的話 就變成說 如果你的資料來源 你可能就要換一個方法 你可能要換下面這種方法 把那個什麼呢 Data Source的部分 改成下面的這個方法 也就是說呢 它這個方法就是 New一個什麼 Series Series 意思說 我要新增一個數列 也就是說 你要自己所動新增數列 才有辦法正確的取得我們要的資料 那要怎麼做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樣 因為這個 有些地方 細節的部分 可能 有部分跟前面是一樣的 但這個程式的話 第一個 一樣我們是Set 這個ActiveSeries 目前的 這個裡面 我們先產生一個什麼 先產生一個空的圖表 然後位置的話 跟之前一樣好了 就是在150 然後寬的話是500 高的話是200 OK 那我們先把它畫出一個畫戶 然後畫出來之後的話 針對這一個 目前產生的這一個東西 可以對應到的話 就是一個WIS CO就是我們自己取的名稱 裡面的話 有一個植物件叫Charge 不過剛剛有同學會問 說老師那個WIS跟EndWIS 那為什麼前面都變點 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看到 反正開頭前面都叫CO.Charge 點 點有沒有 那會有很多重複的話 你可以把它寫成用WIS 那好處就是什麼 很多程式就變金錢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以後看到WIS到WIS的話 表示說 它前面一定會有個點 那這個點的前面會放這個東西 那這個好像在什麼 我們在下載網路資料的時候 也有用到類似的東西 也是WIS到WIS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WIS 當然可以啊 可是相對的 程式會看起來重複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理論上還是建議大家一定要用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把剛剛的東西 第一個一樣先用紙條圖先做出來 不過你會發現 底下的這一行 本來我們是用什麼呢 剛剛這個地方 我們本來是set source data 但是我這個地方把它改什麼 改用new serial 新的數列 這個新的數列的話 第一個我先產生什麼數列呢 其實第一個呢 我就先產生 這個B4到B15 有沒有 其實我指的是哪個地方 就是水平的部分 我先選這個 剛成是我水平的 否則的話 如果我剛剛是選B3 一直到D15的話 變成這個不應該選進來 可是卻選進來了 而造成錯誤啦 所以其實這個資料的選取部分的話 假如說你是跨 像剛剛比較簡單 你可以set那個source是OK的 但是這個地方 可能你就要改成用new serial 如果你沒有new serial 那就出錯 所以第一個我水平OK了 我就是會得到那個用什麼呢 用這個當B4到B1到12月 然後呢 再來的話 第二個才是用set data 所以兩個 水平的部分呢 我用new serial 那來源資料 假如有兩欄的話 那我就直接用那個set source data 範圍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來源就是這兩個欄位 OK 那因為這兩個欄位 只能指定一個這個圖的那個type 所以第一次我先用直條圖 所以他一定會先跑出來 OK 然後呢 我又要標題 要標題 然後把標題上面的名稱做變更 叫台北的氣溫和雨量 然後呢 大小太大 把它縮小一下 大概form size 這個12好了 另外的話 那個leger 這個圖力要不要 要 或者是倒也無所謂 OK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再來最關鍵的就是這兩行 你如果要修改什麼 修改這裡面的氣溫好了 比如說我想要把氣溫變成